2月16号中午的大瓜居然来自央视主持尼格买提 虽说关于她婚变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 但始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诸多粉丝也是不断为两人辟扬 没想到的是女方早已真实这一消息 据了解尼格买提与威吾尔族姑娘 怕下鼓励都鲁昆于13年9月28号在乌鲁木齐举行盛大的婚礼 由于对方颜值颇高且毕业于名牌大学 再加上回国后在北京工作 所以彼此之间的结合被封为金童玉女 为了保护对方的身份 尼格买提曾表示 不希望她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和伤害 她生活的越安静越好 然而这段被保护的恋情却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分手 一大早就有网友发现 炮下鼓励都鲁昆在其他社交平台上的账号 深发其资料不难发现 她的确就是尼格买提的前妻 至于前妻这一称谓的由来并不是网友的推断 而是她自己的承认 2022年9月3号 炮下鼓励都鲁昆更新了一则动态 并在留言处说道 炒个懒饭 2020好像是很久以前了 从其话语中不难听出浓浓的伤感和回忆 但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并不知道 翻看留言处可以得到细微的证据 有网友询问 美丽的拍上和尼格买提好着呢 别随便说不吉利的话 他们恩爱着呢 祝他们永远幸福美满 随后她回复道 谢谢 但是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由此来分析 两人离婚的时间应该要早于2022年 还有可能在21年或者20年 阿里来说一个有才且帅气 一个美貌且高学历 不管是身份背景还是民族都一样 应该会幸福长久 为何会分开呢 其实有些事情并不能看外表 约是看起来关系很好的人 私下旅游有问题 早前曾有网友爆料 两人疑似离婚的原因是孩子问题 如今看来 这个原因有很大的可能性 翻看帕夏鼓励都鲁坤的社交网 不能发现 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目前主要在小红S上 经营一些产品的带货和销售 整体分屏不错 目前应该居住在英国 在其晒出的所有日常中 也都没有尼格买提的近照 由此来推断 她所说的话并不是炒作 选择分开 并不意味着两人成为仇人 毕竟曾相爱过 那么分之后 做朋友也不是不可以 希望两人各自拥有美好的未来 和幸福的生活